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最近我对这句话的体会越来越深了 数不胜数的歪逆时刻 甚至连出门散步时都要牵着手 唉 我就应该在车底 每当我要靠近爸爸 他就把我狠狠推开 连碰一下都不行 这是我老公呀 甚至对我拳脚相向 爸爸是嘟嘟早上睁眼 见到的第一个人 我下楼交班时 都要上演一场难舍难分的戏码 我会机智地拿食物拉进关系 和秦迪的一天 正式开始了 每天我都要进行多重身份的角色扮演 我是他的陪玩机器人 也是直播助理 是他的造型师 宫廷风 民国风 还有奶库风 同时我也是他的厨师 有时候 我也怀疑我的秦迪是喜欢我的 他会偷偷地注视我 当我发现了 有漫无尽心的闪躲 他会跟我亲亲 喝我干杯 一起分享食物 尤其是他不喜欢的那种 好酸啊 一起逛超市 我推着他走的那种 他开心时 会对我笑得很灿烂 他害怕时 会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每当我沉溺在这美好景象当中 现实又会给我当头一棒 只要爸爸出现 他就会迅速飞奔过去 头也不回 没有一丝留恋 即使他如此无情 我依然尽职尽责地照顾好秦迪的起居 夜幕降临时 给他洗澡护肤 给他讲睡前故事 还会温柔地跟他说声 晚安哦 唉 喝秦迪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可更要命的是 虽然白天被虐了千百遍 晚上他睡着后 我竟然会在夜里翻看他的照片 觉得无比的可爱 打开监控 吃汗般地欣赏他的睡容 只有在孩子熟睡的夜里 我才最深刻地体会到 我是个母亲 好啦 这就是我和我情迪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哦 有点 感谢观看